胡桂强男30岁江苏人 武进建湖职业高中中专 积淀一体化专业 空有才华 无处用 布局一格 将人才 落实选得民主室 主席成就 财富录 大家好 我是胡桂强 大家可以叫我小强 也可以叫我苏小强 那来到非礼莫守的舞台 打算找一份品牌营销 策划 市场营销 策划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之前我也有很多过梦想 因为学历比较低 写的一些简历都石沉大海了 那我希望通过来到 非礼莫守的舞台 可以一时积起千层浪 黄埔江 一层层浪 那是梦想 黄埔江 记忆着岁月长上 这首歌叫《上海梦》 因为有了这些梦想 所以说我今天站在了这里 谢谢大家 很有特色 你好 你是一个很喜欢动脑筋的人是吧 对 很喜欢策划的人 对 你都策划过一些什么事 之前 因为像我来到江苏农村 没什么学历 所以说之前的话 给韩元祥 包括林河丽华 包括一些企业 都写过一些广告文案策划 那今天来到非礼莫守的舞台 也是非常的荣幸 我也给非礼莫守 送了一份大礼 给咱们非礼莫守 和五八同城 写的一个广告文案策划 大家可以看一下 爱上一个人练上一座城 爱我吧就上五八 找个好工作给他一个家 这个还不错 只为把费不过程 跟五八同城都连接上了 对吧 又找工作又找家对不对 对 很好的创业 你除了这个写这些文案策划之外 你有过什么创业吗 创业的话之前也有过 因为我之前给顺峰 写过一个垃圾分裂的一个模式 当时他们我们藏着的负责人 说也会帮我去反应 因为每个人都要想一次 改变自己一次的命运的机会 包括给外卖平台 也写过一个茶叶的一个网案 因为我以前做过茶叶 因为外卖平台 它是一个饮食平台 饮为喝 食为吃 名以食为天 如何把这个茶叶市场做大 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那我们可以在外卖平台 每个商家的页面 放几款茶叶 那我时间看长了 看一次 一百次 那我总有一次会去消费 这些信有回复吗 基本上是时辰大海的 我听说你给孟非还写过信 给孟非写的信 就是梦想有心 难实现 非无才能 雄未是 我本无赖 出下车 想想确实 不应该 见不见到 总该是 你能给我机会吗 就是孟非我想见你 你是想找老婆是吗 你能给我机会吗 你是想找老婆是吧 也有这方面 因为当时父母催得也比较急 找到了吗 当时没给我机会让我去 你成天脑瓜子里想这些东西 然后又得不到回信 那你是否有专业的去学习过策划 学习过营销 读过这类的书籍 还是说就天天自己瞎想 我平常的话 一般不玩游戏 可能游戏啊 包括一些抖音啊 我都不看的 平常都会听一些财经类的 一些节目 也会看一些商业新闻 去了解一下嘛 因为我今天来的话 主要也是希望 能够得到 五八同城的一个赏识 你想去五八做什么 做五八 广告文案策划都可以了 如果你要去五八做广告文案策划 首先你得做过 你得干过这类工作 被公司采用过建议或策划方案 有吗 目前的我还没有 或者现在这个阶段 很多人就做自媒体 比如说我有公众号 我有自己在微博上发了一些 创意策划的文案 有人给你点赞 你需要一个场所去修炼 说经过我的这个文案 就写了几年以后 有多少人点赞 有多少人回应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个主意 说我有这个想法 我有个机灵的一个想法 一瞬间这个想法 这个事情很难去变成 持续的营销策划案 这个我是了解的 你有没有自己的这个营销 自媒体账号 因为我之前的话 一直比较反对这些东西 就是天天看抖音 刷那些东西 你这一句话 把说看抖音的人 全给得罪了 除了策划之外 以前还干过别的吗 销售干过 销售干过的 销售什么 做过养生行业 因为基本上排在公司前面 你这样 咱们也别来虚的 你把你的那个 曾经卖过的保健品 卖给那位外国友人 哪里呢 那位 哈喽 我们就过来了 必须得到面销售是吗 近近距离 老胡你不是电销吗 你走这么近干什么 你随他呢 你好 你好 我好尴尬 女士您好 最近了解到 您最近睡眠怎么好吗 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对吗 那我们这边目前的话 有一款产品叫恶胶含片 您这边也听过吗 我们做的是山东的恶胶 山东恶胶我知道 恶胶的话 一般是自古的自古家品嘛 气血族 百变胶 所以说像一般女孩子 你不管用什么化妆品 用的再多 她不是帮你调理气血的 因为咱们人的话 是力挑五脏 外通筋肉 所以说您那个气血不好的 和气的话 也会更发的 一个漂亮 因为恶胶你也知道 她是那个 恶胶是那个女嘛 山东的女 你不是说我睡眠不好吗 怎么又变成气血不好吧 气血也是营养睡眠的 是吗 对呀 因为人是以后气血组成的嘛 你睡眠不好 肯定是最近想事情想多的 恶胶是 她是那个女嘛 女知道嘛 所以说因为女的话 她每天住在拉漠 她的气血的话比较活 因为她经常在运动 运动以后 她的那个恶胶 那个胶皮嘛 多少钱 像我们说说句实在话 邓李箱 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 像你也是咱们外国的有男嘛 我们送几盒给您吃 你去回去帮我们宣传宣传 是吧 您的意思是 我到时候可以做您代理在那边 是吧 对的 我们送给您吃吃就好了 送你钱干嘛 没问题 对的 好 谢谢 我去我们国家人 您感谢您 我们俩像演戏啊 你这个 点评一下猪涛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她挺幽默的 不是猪涛她能不好吗 她根本就没有收你一分钱 送你几盒吃一吃 而且满嘴跑驴啊 你说我这个驴气血 好像是她的这个身体状况 通过恶骄来提升气血状况的 这这哪跟哪有点忽悠有点 这产品有这么多功能 吕本生知道吗 你都知道 脑袋被女踢的 笑完了之后想一想 你到底干什么呢 你说交给你广告 我们按策划 这不太可能 因为你没干过 你只是个爱好者 对 虽然让你做销售的话呢 没看出有多大的特点 那到底做什么呢 老师他刚才是不是 按他们的用模式 发展了一个渠道代理 对啊 至少他有这个意识 就是你自己确实做品牌 是不太行的 因为你的基础逻辑 你可能是有点子 或者爱出一些小段子 但是跟专业的品牌 设计一点都不相关 所以你的求职方向 还是沿着你的主线 做销售 然后如果你自己很勤奋 你可以从电销开始 行业呢 不一定非得人一样品 只要你突C端 应该都是你还比较擅长的 对吧 嗯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呢 八千左右 来第一轮选择 许霍零 今天整个都是团灭 你们都灭了 我是对热雕的支持 好 还有一盏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 你要干嘛 你要去干嘛 他以为成功了 我看猪涛感觉有点害怕 你往这边走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原创歌曲 什么都想要 那这首歌也是我之前 工作中写的一首歌 送给大家 谢谢 原创歌曲 盯着猪涛说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要 你却得不到 明明想努力 你却搬不到 父母的器材 一天天变闹 父母的鸡娘 慢慢玩下药 日子每天过 时间在变少 工作的压力 一点没有烧 一点没有烧 爱情的世界 一点得不到 心爱的女孩 买买你去鸟 孤单的世界 越来越无聊 成人的世界 你被淘汰鸟 曾陈险在路里 还能去改变 死光 一去 再无 后悔 要 谢谢大家 这唱的都是你自己吧 都是我自己写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调 不是 他最后有个转音 陈老师 我觉得咱们那个键盘大哥太厉害了 一直想给他打对了点儿都打不上 热虽然说很一般 但是我觉得看着你的表演赏心悦目 他是非常有潜力的抖音红人 有趣的灵魂 有趣的灵魂 来我们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有人说过早拿高薪是在害自己 这种观点正确吗 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之前的话 有过很多想法 走过很多地方 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成功了 我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才华 写不出这首歌 写不出这首歌 因为我不管做任何行业 包括跑外卖 在场地上卖 都能有一些自己的发现 一些自己的一些创意 所以说过早的成功 它不一定接着好事 它反而固定了您的一个格局 我是这种观点的 所以说我来到这边并不后悔 不管大家有没有给我机会 毕竟的话 您经历过任何东西 它都是有意义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 却高于生活 这一点我是始终坚信的 其实从这道题的解读上 这确实答得还可以的 对 它有它的逻辑自洽的点 然后你用你的现实说法的方式 举例子 这为什么没那么好 比如说你不够接地气 或者你不够能成功训价 面对你已经怎么样 当然其实我的观点跟您相反 我认为这个没有好坏之分 主要看你的是 拿高薪的方式是什么 你是靠快钱 还是靠你提前积累的能力 让你比其他人更优秀 因为你有资格拿的时候 一定是前面做了努力 所以如果你再多一个视角 会更好一些 好 谢谢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到现在为止 胡桂墙的身后一定有很多故事 表面上的潇洒 开心 其实背后应该有一定的心酸的 我问你 你现在这么些年来 你有存款吗 之前买的房吗 存款有的 不多 在哪里买的 在江州长州嘛 长州 好地方 你们家有几兄妹 一个姐姐在南京 那现在是不是家里催婚也很厉害 你都38了嘛 你第一条了 太高了一点 你太长了 好可爱啊 30 90年的 90年的 31 家里也催了吧 催的嘛 最主要嘛 有一个好的工作嘛 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家庭 你想找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女 来把他们灯都亮起来 你觉得哪一位的这个外在的表象 是你这个意乡当中的梦中情人 或者比较合适 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我眼睛啊不怎么好 你可以去看一看 来来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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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讲的百步之类必有芳草 我要走到十步以内才能看到芳草 好好 走近一点 没事 你看中了的把他牵到台上来 你叫我领个boss回家算呢 我们这不是相亲啊 你带不走的啊 带不走的 你牵不走的啊 哪位 你把他领到台上来 叫我领 这一位吧 来来来 到台上来 有请 波兰 我的女神 挑的很准啊 他没结婚 他没结婚 来 你说一下为什么选到的是这位 主要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比较可爱 可爱心的嘛 小鸟一人 小鸟一人 你想娶这种类型的做媳妇 对啊 你觉得父母会喜欢这样的吗 父母啊 一般父母都以孩子为主嘛 我觉得父母一般来说 应该喜欢娶朱家英那样 就看着就很贤惠嘛 这属于城市女孩嘛 就那种感受嘛 是吧 对不对 挺初老师的 好 但我再问你 如果父母一 至于要你找朱家英这样 而你又喜欢这样 你会坚持自己 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嘛 真的 只要能找个老婆 父母就已经很开心 你觉得找 你觉得找这种类型的女生 大概这个 你自己要达到什么条件 最少要以自己的一番事业了 月收入也要达到多少 三万到五万 那你觉得 多长时间内 你能达到这个事业程度 这个就看各位老板 给不给我机会了 对不对 这样啊 我不是开玩笑啊 请他上来 来过来 你在旁边你听到这番话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感觉啊 就我要是年轻的 就年轻一些啊 就跟他这个年纪 或者再小一点 像他这种男生 确实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他就诚实幽默 那个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考虑说 他的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或者什么 比如同学类的这种 但是确实可能 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确实是希望找一些 相对比较有安全感的 或者说这种安全感 可能不是说你的一定的收入 达到某一条线 但是起码我觉得 跟这个男人在一起过日子啊 然后成立家庭 我期望能够有依靠 这种依靠可能就是 你能够照顾我 然后能够真正的 成为保护我的那个人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找了这位 他是不会花你的钱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是要你挣那么多钱 说的是一份安全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刚才所说的 不是说一切向前看 一个男人一定要事业上有多少钱 他才能给女性安全感 但是那是一种姿态 而且看人不是像你只看外表 你看外表觉得他可爱是吧 他一点都不可爱 他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强人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他怎么可能可爱 他在生活当中一定要雷厉风行 是吧 所以我之所以让你去做这样一个选择 是想告诉你 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之外 除了父母对你的殷切期望之外 你对你所喜欢的东西 无论是销售还是文案策划 你真的得下点心思才行 人生不光是只有幽默才可以 真正的幽默不是搞笑 幽默是看似肤浅的深刻 所以我们希望在三十多岁之后 你真的能够有自己满意的家庭 但你还得下点功夫 我们既不要被现实所打倒 但是也不要过于浅显地 去看待一个现象 就像他没有你看得那么浅 谢谢你啊 谢谢 来来来 我想给你一些建议吧 别到时候这个没有机会说 董王又要开始发表意见 因为我确实挺懂你的 是的 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勤奋的 不甘于命运 平庸命运的人 我看了你过去的经历 并没有一些策划的经历 但是你有想法 你愿意为这个想法去试一试 我觉得这是你好的地方 我建议你在互联网的这些平台上 去把自己那些想法 那些闪光点去做出来 看看是不是真正的闪光点 还是自以为是 好吧 好 谢谢 下来你可以再联系我 发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可以进行一个推荐 试一试到底你的内容 有没有人去愿意去阅读 而不是说我单独都给你去推荐 这是把你写两篇文章出来 对 对 对不对 好 还有人留着灯呢 对 还有人留灯呢 不好意思 对 在你选过来的那一刻 我们的出口帽仪就这样 我就纯属是为了支持他一下 对 我觉得他 对 来 第二轮选择曲合轮 不要失落啊 不失落 还没让你走呢 来 加油 再见 再见 今天来到非礼莫子这个舞台 还是感到非常的荣幸的 也许因为 只是一些想法吧 没有经历过一些沉淀 那我今后的话 可能会在这方面加强学习一下 也是希望如果有喜欢我这样的求助手的 也可以给我一次进行